罗东维安社区在春节前夕举办109年寒冬送暖以及长道2.0的宣导活动 在社会各界善心捐款以及捐赠物资之下 针对了维阳里、西安里的低收、中低收、边缘户总共118户 来发放2000元的礼金以及酱油、泡面、腊肉以及白米等民生物资 要让这些弱势家庭能够温馨过好年感受到社会温情 很感谢我们劳动国界的好朋友三千年寺 以前很多班的寒冬送暖 他们都非常感激 尤其我们理長 陈昌廷和老理長都在一起的华董 我们这里的李冠司 所有全体李冠司 晓夫李冠司 我的理事長 所以说我是做议员开始有办这个华董 这华董亲有意义啦 我只有办两例而已 生安到有两例的地收府和平衡府 都在这里有烧钱、辣肉、紅包、米、罐头 罗东维安社区长期关心弱势家庭 举办寒冬送暖等关怀活动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换起各界能够踊跃地加入 一起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度过一个温暖的好年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好 好 好 救命